- 汉代的短刀,被称为拍臂,或者叫扶刀,尺刀。 市民士兵里面是这么说的短刀约拍臂,但是拍臂行也。臂,就是大腿,由于刀悬在腰间,走动的时候会不停的碰击大腿,所以叫拍臂。 市民成熟于东汉末年,由此可见,当时山谷传统的刀剑类式佩戴靶已经不太流行。 在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传统的配件方式是卫式佩戴靶,也就是把剑插在腰带的内侧,腰带穿过剑鞘上的,为固定剑身。 这种佩戴方式的优势,是剑与身体剑密结合,不会随着剧烈运动而晃动。 但是随着引力技术的发展,剑越来越长,把剑刀,边边的不太方便。 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,有一事发突然,秦王银正竟然无法把剑出鞘,直到有人提醒王副剑,也就是把剑转到背后才拔出。 可见,卫式佩戴把佩戴长剑,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不足。 从汉代开始,吊挂式佩戴把开始逐步流行,所谓吊挂式就是在刀剑鞘上设一个或两个固定点,通过绳索悬挂在腰带之上。 短刀一般是刀耳吊挂,强刀剑一般是双耳吊挂式佩戴。 我们在唐代以后看到的刀剑食物,基本都是以这种方式佩戴的,而这个时,卫式佩戴法基本绝技。 日版正仓院所藏的唐刀,千年前进口于中国唐朝,保存完好,从刀鞘可以看出,采用了双耳吊挂式的佩戴方法。 顺便说一句,日版刀的佩戴方式,颇有中国古风。 无论太刀,内叉都,是柴鱼腰带中,用现实固定,因为是佩戴法有点类似。 顺便说一句,是柴鱼腰带中,用现实固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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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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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